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打赏很重要 Support打赏 Support things 我们的锦化农村老酱香 还有三款葡萄酒 还有我们的四黄茶 有兴趣的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大陆的党媒希望时刻保持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这当然是呼应习近平的一个发言 海外的议论在探究 习近平为什么这个时候 还要讲大党独有的难题 有论者认为 大党难有的难题 更准确的说法是 一党独有的难题 《人民日报》是 1月11号发表评论的文章 题目叫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 清醒和坚定 那么这是为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1月9号 在中纪委的会议上要求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的从严整党 特别提到了 中共如果要准备 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 清醒和坚定 《人民日报》 新华社马上就有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说法 那么打错文章 党媒承认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大也有大的难处 治国先必先治党 党兴才能国强 一个保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 才能够积业长青 一个助就 辉煌能勇于自我革命的党 才能够无坚不摧 这当然是这些年代官方叙事风格的特点 排比据 那也是这些年政治化的定势模式 法广的跟进评论认为 习近平为言耸清 并非首次 那么当年 出掌大权 为长治久安 最终为他能够长期执政扫平道路 打出了反腐的旗号 在十八届中共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 发出了警告 腐败问题欲演欲烈 最终必然 亡党亡国 海外舆论说的十年之后 这个时候的习近平 跟十年前不一样 他已经掌握了权力 已经不是出掌大权可比 那为什么在全面掌控党国 甚至有望终身执政的背景之下 还要强调大党独有的难题呢 人们当然注意到了 他提这个难题 提这个话题 他的二十大登上的权力巅峰不到一百天 这是不是新时代之下 另外一种居安思维呢 那为了了解这个大党独有难题 有什么六点 就六个如何 第一 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第二 如何始终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 第三 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第四 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的状态 第五 如何始终能够直一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六 如何始终保持风轻气正的政治生态 这都是难题 坊间呢 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在新浪微博 我们看到了一个署名叫储存坊 这应该也是经常发表个人见解的一个 新浪微博的国有 储存坊的评论 他说大党独有的难题 更准确的措辞是一党独有的难题 那么按照这位成坊的评论 他认为一党独有的难题 有一些具体的表现 那么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第一 先天具有 或者先天留下的一个病根 这个病根就是王朝病 封建王朝或者政治王朝 那王朝病有什么特征呢 有什么症状呢 王朝病的主要症状就是一句话 打江山 坐江山 保江山 施江山的循环往复 循环往复分和不止 这是几千年来朝代更迭的一个规律 打江山 坐江山 保江山 施江山 这是个轮替 也就是当年 窑洞队 黄炎培先生的延南窑洞 向毛泽东提出 如何跳出自乱兴衰 历史周期历的千年难题 那么习近平在执政十年的过程中 讲过 他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千年难题的路 但是今天我们还看到 不断有贪义过义的政治团伙 贪乌团伙的案子出现 他的第一个症状就是 有王朝病 第二 那么为了保江山 最高权位的最高权位的领导人 就要千方百计 甚至不择手段垄断权力 独享权力 他认为权力但垄断就会出现 由于权力不受制约 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以及一定会带来的灾难 这是第二点 个人独大 第三 垄断权力不受制约 必然导致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防范措施 垄断权力而不受制约 必然导致以权谋私 权权交换 权权交换的 不外 当然前涉交易是层次很低 那是属于下半身的问题 包括最近看到很多 这个色情场面啊 各种各样的大进大出 哎呀 那真是呢 哇 刮目相看 很少有一个 执政党的这个中级干部 或者不知道高级干部有没有 就这么的慌乱 这是第三 就一定会导致 第四呢 就是权力垄断体制 必然导致 社会僵化 创新法力 市场萎缩 经济萧条 民生凋敝 他已经下了很绝对的一个结论 就这么一个权力垄断的体制 一定会导致 社会僵化 创新法力 市场萎缩 经济萧条 还有民生凋敝 就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就会导致这个现象 第五 第五呢 那就是讲到宫廷政变 党内斗争了 第五 东廷政变 党内斗争的这一点呢 大家也是屡见不心的 那么在 楚城武 那么在谈到这个 中共党内的这么一个 层次的问题 层次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他其实也说得非常的严峻 第五 那么第二点呢 我觉得有必要再给大家 来展开的聊一下 第五就是 最高权位 必然会受到来自朝廷内部的 野心家 阴谋家的 亏序 的起遇 以及颠覆 一定会出现宫廷内斗 宫廷政变 这歌他谈的是 封建年代的皇朝更迭 这个宫廷政变 一定会发生 当然在 现代化的政党里面 体现的是党内权力斗争 以及各种各样的 环党集团 政治团伙的出现 第六 垄断权力 必然会受到来自外部的 各种势力的遏制和打击 打压 那这里面包括敌对势力啊 或者被视之为敌对势力 境外的境内 那么这个 你的垄断权力 第七 最高权位者 如果出现意外 政局和社会秩序 就有可能发生动乱 楚城网 这七点 症状 他谈的是一党独大的 一党独大条件之下的 独有的难题 但我觉得如果放置于 封建朝代 王朝更迭 那可以理解 在一党独大 能不能这样套用 这个大家还可以做一个思考 除防武的结论是什么 一党独有的难题 的确是 让最高权位者 头疼不已的一大难题 也就是说 在个新的历史条件之下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对于最高权位者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的最高权位者 当然在就中共这个 目前提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难题的问题 破解这个难题问题 就讲习近平本人 首先第一 处防武的观点 直言不讳 提供了我们大家理解的 大党独有难题的 另外一个视角 他把它转化为 一党独有的难题 也就是大党独有的难题 如果定位于 一党独有的难题 是不是更能找到 问题的增结点 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这是第一 第二 一个一亿多党员的大党 在世界政党史上 是独一无二的 一个一亿多党员的大党 领导着一个 十四亿人口的国家 在世界上 也是独一无二的 好了 一个一亿多党员的大党 和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 他的前途命运发展走向 现在的寄细于一个人 一个最高权位者的主观意志 不仅主观意志 还包括他的政治智商 政治智慧 领导能力 智力智商水平 和身体健康的状况 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三个独一无二 在一党独大和一党独有的难题 在中国这个问题上 得到了体现 第三 六个卢核 或者六个难题的面对 未必就能准确的反映 大党独有 或者一党独有难题的本质 那是一个领导方式 领导方法的问题 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 刚好今天1月13号 是台湾蒋经国先生 逝世三十五周年 三十多年前 面对着台湾 风起雲用的党外运动 曾经国民党内有人 我记得应该是伟端 还是谁 曾经给蒋经国先生 提出一个建议 把国民党一分为二 分成国党和民党 形成两党竞争 其实在土耳其的凯末尔 执政的时候 凯末尔革命的时候 也是采取这个方式 引进了土耳其的两党竞争 当时这样一个两党竞争的 一分为二的说法 没有被蒋经国先生采纳 当然紧接着之后 民进党在军事戒严体制下成立 未曾受到当局严厉的处置 那这一点呢 蒋经国先生立派众议 后面很多解密的资料 这里面称赞了很多很复杂的历史内幕 反而是在1987 就宣布解除戒严 开放党禁 开放暴禁 也就是台湾的军事威权体制 由此开始长达三十多年的政治民主转型 在亚洲地区的所有亲美政权之中 唯独有时候台湾 这个民主转型没有出现像韩国这样频发的军事政变 或者印尼 或者马菲律宾 甚至泰国 没有 那就是他是在一个不流血的过程中 用选举政党政治轮体的方式 当然 台湾的政治转型的经验 未必对一党独大的中国制政党 带来什么触动和什么启示 但是台湾之后的政治变迁 毕竟 仍然是属于中国当代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第四 解放军报这个相应的一篇评论提到 目前中共的执政党 中国执政党面临的执政的 面临什么考验 好多考验 执政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 精神懈怠的危险 能力不足的危险 脱离群众的危险 消极腐败的危险将长期存在 两个长期存在 执政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 长期存在 精神懈怠的危险 能力不足危险 脱离群众危险 消极腐败的危险 长期存在 这个评论说 这么多的问题 告诫我们 要站在 事关党的长期执政 国家长治九安 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 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这个我们当然指的是执政党 这个指的执政的同时 也包括党的总书记 习近平本人 一党独有的难题 其实说白了 就是步入第三个任期之后 习近平本人的难题 比如海外舆论 对习近平和议会 在这个时候突出强调 大党独有难题的原因 来做之探究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难题 苏联共产党执政的时候 是解决不了 其中的像德东德 这些国家也解决不了 包括今天的朝鲜 越南也解决不了 党的体量不大 这不仅仅是 一个党国体制之下 无一的执政党需要去面对解答的难题 也是习近平和他的核心团队 要解答的问题 我们看到惩治贪腐十年 抓了贪官数以百万计 但是贪腐了土壤 没有根除 贪官污吏 没有怕杜绝 上上下下 现在都是习近平千挑万选的官员 但仍然不断强调 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其中的究竟 其实很耐人寻味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Shout out to! 感谢观看